嗨大家好,歡迎來到股倉 一個分享投資知識成長的地方 今天要分享一檔 同時存在我們高風險報酬比 和高值率策略名單中的一檔基歐股 它連續配息24年了 每年賺到的錢 有90%都可以拿來配給股東 不只有高值率 長期下來也有超過20%的年化報酬率 這10年來,股價穩健的上漲了5倍 它就是普萊德 普萊德是一間網通設備的品牌廠 是台灣很少數能做到全球化的品牌 因為它主要銷售的都是在歐美地區 而且基本上都是做土逼的生意 比較多是接政府和公司的基礎建設標案 所以一般人比較少會知道 公司名稱普萊德就是品牌名稱Planet 新興的英文質疑過來的 如果也是想長期透過純基歐股 讓資產能穩定的增值成長 這檔冷門的好股票就非常值得你來認識 在今年1月份的時候 我們分享了普萊德不錯封低買進的機會 我自己也在這做了加碼布局 下個月普萊德又來了一次比較大的回檔 在Apple的聊天室中 又有很多人開始討論起了它 但沒想到才過了一個月 在這禮拜,普萊德就又創下歷史新高了 也剛好在這週舉辦了法術會 那今天我就來更新給你最新的一些財報和法術會的資訊 如果你還不認識這檔基歐股 那我很建議你可以來加入自選股追蹤 認識這檔台灣的隱形冠軍 另外如果你想看文字版和一些圖表資訊的 在前幾天我也在App的專文當中上傳發布了 也可以再去看看喔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到這個頻道 這個頻道是專門為長期投資存股主開的頻道 如果你想透過投資創造更多的備用收入 以早財富自由 那絕對要訂閱這個頻道 才不會錯過每個賺錢的機會囉 我會分享很多我自己也持有的好公司 更重要的是也會告訴你背後選股的邏輯 這才是更重要的事 我們也可以互相交流心得 頻道開了這三年左右 平均都能帶來每年雙位數的報酬 那今天這期內容也是花了很多時間去整理出來的資訊 別忘了給我們點個讚支持一下 還有把影片分享出去推廣給好朋友們 或是透過頻道的超級感謝來贊助我一杯咖啡 對這個頻道永續經營下去 會很有幫助喔 如果想了解更多進階的內容 可以直接訂閱專業版的存股App 會有更多ETF、銀建股、基歐股的進階資料 幫助投資跟加分 那現在爭取到開放年度六折的優惠活動 有興趣的趕快把握這次難得的現實優惠囉 回到今天的主題 Pride 代碼663 今天要介紹的公司Pride 是一間經營網通設備品牌的公司 品牌是Planet 行星的英文 在台灣就是直一層Pride 掛牌上市 Pride 是台灣很少數做到全球化品牌的公司 產品行銷160多個國家 是一間台灣任務冠軍 產品多是在歐美地區銷售 歐洲佔49% 每週21% 大概就已經是公司七成的營收了 品牌都是屬於政府和企業大型基礎設備使用 不是直接對一般使用者 所以比較少人聽過這個品牌 之前有部關於智利礦坑坍塌 有33個人被困在地下69天的電影 在電影中演到非常嚴苛的環境下 緊急架設起來的通訊設備 就是透過Pride 來規劃架設的 因為能夠很好的耕地下700公尺 全黑的環境下維持良好的通訊 是最後這33人獲救很關鍵的因素 Pride 從1993年成立以來 至今超過30年的歷史了 沒有一年是賠過錢的 這與Pride 生意模式有關 在合理價區間的Pride 是我會持續維持定投的一檔標的 未來網通的柄還有很多的利多 也是各國政府積極在擴大基礎建設 Pride 業務營收佔比 52%來自於工業級網路 22%是以太網路供電設備 12.2%光纖網路設備 7.9%網路交換器所組成 我們可以看到Pride 長期的毛利率趨勢 呈現一個持續成長的態勢 這最主要就是產品結構上持續的改變 增加高毛利的工業級網路設備的比重 工業級等級的設備 在信賴性和產品規格上 都會更加的嚴格 是作為一些公共建設 和大型交通運輸上的使用 並不是所有廠商都能達到的 所以利潤都會更好 而且這一塊業務 不論景氣好壞 基本上政府的基礎建設 都是持續進行的 甚至經常是在景氣不好的情況下 政府會靠基礎建設來刺激經濟 所以Pride 的營運 不會受到景氣影響太大 股價才會呈現長期很穩健的上漲 我們把同樣是幾個網通族群的毛利率 放在一起比較 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出差異 Pride 的毛率是高處非常多 這除了產品出合組成持續的優化外 另一個原因就是Pride 是做品牌 專注在品牌的研發設計 而低毛利的製造 是交給三間台灣的代工廠在做的 這樣做的好處就是 發展不會受到產能的限制 當有需求的時候 可以從合作的幾個代工廠去增加產能 把量拱出來 所以在業務發展上的彈性會來得更大 不會受到產能的限制 如果需要將產能擴張到海外 或是其他生產地區的需求 那也是可以很容易的達成 不會像代工製造業一樣 會有工廠的限制 所以Pride 在不需要大量資本支出的情況下 就可以維持高獲利的成長性 也就是這樣的原因 能夠每年將賺到的錢 九成都配出來給股東 賺上現金足夠多 而且長期負債比也都是相當低 擁有很穩健的財務體質 在整體出貨客戶分布上 前十大國家與前十大客戶也都相當分散 我很喜歡這樣的公司 業績長期穩定成長 加上不需要太大的資本支出 還有客戶群足夠分散 這樣的股票長期存起來 就會相當的安心 比較不容易遇到單一事件就造成重傷 投資風險永遠至上 不管你賺了多少錢 只要碰上一次大賠 那可能就是只上富貴了 所以我追求的是透過存股投資 讓資產穩健的成長 而不是短期內瞬間翻了好幾倍的財富 短期的高報酬 通常都是伴隨著高風險的 來得快 去得也快 在未來成長功能上 像5G WiFi 6 WiFi 7 智慧工廠 交通 加上AI的中斷硬體 逐漸的開始導入 這些基礎建設持續發展 網通在未來三年市場預估年復的成長率 依然是維持在雙位數成長的 美國有很大筆的基礎建設預算 還尚未開始反映出來 在今年的部分 累計到4月營收成長率是2.33% 甚至毛利率的成長 以PS成長率預期會更好 更重要的是 觀察過去幾年來 除了去年以外 每一年基本上都是下半年業績會比上半年好 這主要是因為Pride 接著很多標案的生意 會集中在下半年 今年上半年累計營收目前是成長的 如果下半年也是跟過去經驗一樣 會比上半年更好 因為去年2023年下半年剛好是比較差的 這表示今年整年度的年徵率 會在下半年看到很好的成績 這點我們今年就主要來最終看營收的變化啦 積極的影響會讓財報更亮眼 整體來說 預期今年依然是全年維持成長是沒有問題的 那在籌碼方面 董事長夫婦就只有將近四成的股票 賞戶人數從以前分享大概7000人左右 到現在也只有1萬人 依然都算是很熱門的股票 策碼相對穩定 密歇老闆自己持有的比例非常高 Pride 的股本只有6億多 我自己是蠻喜歡這類 有基本名業務和發展保護的股票 平常作為純股 年幼報周率就超過15%的目標 偶爾又有題材的機會來拉一波比較大的 配息政策上 累計連續配息24年 新年平均指引率是6.2% 維持很久賺到的前90%都配給股東 就像前面說的 因為做的是品牌研發 不太需要資本支出 所以有非常好的現金流 隨著獲利穩健的成長 配息也就跟著持續的漲大 拿著價值評估的部分 像這類ROE長期大約5%的成長股 設用本益比來觀察價值區間 App中會以過往5年市場的估值 來計算目前的價值區間 白者在上個月回檔合理價值後 又再次創下新高 現在跑到昂貴價區間了 如果過去就持續持有的人 基本上就是享受好公司 幫你持續帶來資產的成長 但如果尚未開倉的 建議先加入自選股追蹤 如果回檔的機會 再分批做投入是比較安全的做法 認識一籃子好公司好股票 在合理的區間分批買進 長期持有 讓這些好公司幫我們賺錢 資產長期穩健的漲大 這是我一直以來覺得很舒服 簡單能夠碎上花椒的存股理念 下週一樣的再分享一檔基歐股 有興趣什麼股票也可以跟我說一下 那就下週再見囉 掰掰 掰掰